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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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介绍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师兄 崔学敬正老师 今天大涨上来 那看到很多的一个投资好朋友 大家都能够开心赚钱 大师兄也替大家感到高兴 那特别是在上礼拜 很多人还在半信半疑之中 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都还在问大师兄 问我说 这个行情还会涨吗 这个行情真的还会涨吗 指数都已经大涨了2000多点了 行情真的还会涨吗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上礼拜我就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我就说这个行情还是看多 这个行情还是会涨 你千万不要忽视 法人大户 做多的一个决心跟企图心 520的一个行情准备启动 上礼拜 我就斩钉截铁的告诉大家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 哇现在全球的一个资金这么多啊 我上礼拜都跟他说过了 资金泛滥 现在不是说 台湾只赢钱 现在是全球的资金赢钱 从这一波 全球刺激的一个规模 到现在为止啊 今年的事哦 就已经超过多少 8兆美元 不是新台币 8兆美元 甚至包括的一个FED也是史无前例哦 你可以看到FED是扩表再扩表 印钞再印钞 结束4月22日为止 美国资产负债表已经达到 6.57兆的一个美元 从3月11日到现在 购入的一个这样 购入的一个公债 跟抵押的一个债券哦 这是只是央行 FED而已哦 就达到1.64兆 1.64兆等于乘以30 等于多少 等于50兆的一个这样 50兆的一个新台币啊 甚至预估整个的一个零利率 都还会持续维持啊 到2023年 整个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可能有望突破死兆 哦然后再加上什么 你可以看到上礼拜五 川普签署了一个这样 新的一个刺激法案 上礼拜五的一个美股四大指数 马上就怎样 马上就大涨上来 包括的一个这样 哦VS的恐慌指数 连续26天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滑漏下来 哦以及美元的一个指数 美元指数也没有因为什么 也没有因为的一个油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奔迭而产生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波动 所以在上礼拜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过 现在的一个这样 月线持续震荡走洋向上 融资余额还在抵挡 你看现在的一个捐资比还持续的一个这样 持续的一个盘升啊 所以上礼拜我就事先预告 而说只要关键支撑的一个首文 520行情就准备滑动 我相信 哦如果你有持续收听我们的一个节目 哦或是你在上礼拜 哦你有特别打电话进来你有拿到 哦这组密码收在线上收看大师兄 线上教学转座的一个投资朋友 做见证我相信你今天 你非常的一个开心 哦今天的一个大盘就是大涨上来 那这个行情我想大家不用想太多了 哦现在才刚刚开始啊 你不要以为说大涨了一个2000多点后面就不会涨 哦整个这个趋势都还是在多方的一个控盘当中 哦那么现阶段的重点还是在个股 哦那么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哦那么现在还值得我们来呃留意 哦以及值得我们来投资的呢 我常说啊是珍珠就会花光是好股 就会花量那么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他才会是珍珠才会是好股 基本上要符合三大要件嘛 第一个啊必然会领先趋势做上涨 第二必然会配合现前的要求 三必然会符合环境的意义 那么现阶段能够符合这三大的一个要件 除了防疫概念股之外 当然你可以看到防疫概念股最近都很飙嘛 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哦我觉得啦 哦那这些的一个月内大户哦 那刚好哦难得这样的一个机会 哦当然他不会错过哦当然不会错过 所以你会发现包括的一个这样 哇不知不得一个恒大哇 这一波的一个飙涨真的非常的凶悍 哦包括的一个耳温江的一个让的一个热印哦 你可以看到这也是我们在工商时报 跟他推荐分享的股票 哇你可以看到这一波他怎么飙的哦 以及怎么样以及啊快晒四季的一个台康生 这也是我们在工商时报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哦你可以看到哇这一波的一个飙涨哦 都是很凶悍动不动就是怎样大涨 动不动就是亮灯涨停板 但是这些的股票啊毕竟现在累积的一个涨幅都非常的大 哦所以在这个时候呃是不是还要去怎么样 还要去买它哦我个人倒是觉得到也不必了哦 哦因为现在你去买它哦有时候说真的万一你不振的话 哎那个跌下来也是怎么样也是相当恐怖 但是除了黄毅概念股是现在的一个当红炸体之之外 那么到底现在都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哎还在低档还在相对的一个低基期哦 啊那么未来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啊是可以我们来怎么样 我们来掌握的有啊我在啊上礼拜啊以及特别在讲座上 我就跟他说过被动元件啊我相信今天很多人会告诉你被动元件 但是重点是有没有 还是说又跟你谈800年前的事 哇之前介绍哇每天跟你数涨停我看到涨停就跟你数涨停有用吗 没有用啊哦你要能够实实在在能够买得到 然后今天的一个涨停板你才能够赚得到吗 这才是怎么样最真实的吗 哦你可以看到像被动元件的一个双雄啊第一档就是龙头啊国具啊 你可以看到国具啊我从什么时候我就跟他说过我说我看好他 3月27号当时候的一个线上讲座我当时候我就公开讲明讲 我说被动元件你要留意啊你要留意啊当时候你有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 有把我话听进去我恭喜大家你可以看到从297块一路飙涨上来 就算从3月27号当时候你没有跟上脚步那我问你上礼拜五的一个时候怎么做啊 你可以看到我的一个讯息我在这个地方我写的很清楚啊 我把321的一个顺达股市顺值中哦我把它怎么样获利了结收回资金我马上转进什么 马上转进国具347哦上下哦可以怎么样直接买进两成资金 当时候为什么花347 当时候346我怕大家买不到所以我花347结果怎么样 说盘是说345 所以能不能够成交 绝对能够成交 那为什么我要把股市顺值中获利了结 当然我一般会员还没有了结啦 我这是特别会员高端会员 我把顺值中我获利了结 哦原因很简单嘛 哦因为你可以看到嘛哦 那么基本题材我就不讲了啦 基本题材你自己看 哦你可以看到哦 顺值中我什么时候买的 我4月16号68块买的我也试送给大家 当时候还在六字头 然后上礼拜五哇 放量大涨上来再创新高来到七字头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做 很多人往往看到大涨上来的时候会去追价 哦但是你会发现大师兄 哦的眼光跟别人就不一样 大涨上来我怎么做 我获利了结 我获利了结 获利了结我马上转进什么 我马上转进国去 如果我今天我没有做这个动作 那你想想看 顺值中今天是收在平盘附近 当然我还是看好他 哦但是他的一个这样 股性会比较怎么样 会比较慢一点点 哦他是怎么样趋势在多头 那整个的一个信心值率率非常 配超过7%非常的棒 所以像这样股票他还会涨 哦他还会涨 但是我们 大师兄的一个做法 跟其他专家不一样的地方在哪边 第一个我们股票不多 哦我不喜欢说像有的人 有的专家哇叫你买十几档股票 啊每天都只会跟你表演啊 啊今天看到哪一档股票 涨停板拿出来跟你表演一下 看到哪一档股票涨停板 又跟你拿出来表演一下 啊有的甚至他已经卖掉了 那看到今天涨停板 又拿出来跟你表演一下 我觉得这没有意义 这对大家没有帮助 哦所以你会发现 哦我们都是实在做实在讲 哦我们顺打股市顺时中 我一般会员没有卖 哦那我高中会员我获利老杰之后 我转进国具 哦那你可以看到我这样 转进的一个结果怎么样 今天的一个这样 今天的国具今天就怎样 涨停板 涨停板 哦那今天涨停板没什么 哦那这个 早就在我们的一个这样预期之中 那重点是今天涨停板之后 那么未来 他还会不会涨 我相信一定还会涨 但是他会上涨到底会 涨到哪里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 哦那会涨到哪里 我在 啊线上的一个标股的一个讲座里面 我都跟大家分析的很清楚 哦那你想了解的投资朋友 啊我欢迎大家你就直接打电话进来 哦那做好预约报名的动作 哦你打电话进来 你马上就能够取得一组密码 哦可以取得哦收看啊大师兄的一个 线上语音的一个完整的说明 哦那么包括的一个被动圆圈的一个 华星科二哥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也是我在3月27号我在线上 上一场线上讲座 我直接公开公开跟大家分享一档股票 就算当时候才152.5 你低档你没有跟上脚步 那我问你4月22号 这个位置点可不可以买 同样的哦你可以看到 我这个位置点我怎么买4月22号 我把华星华琼的另一半持股 我把它获利了结哦 获利了结我资金马上在转进什么 转进到华星科 你可以看到哦 转进华星科我华星科 我4月22号198买 买进之后196到1988 买进之后先买先赚 今天再创新高 哦那你可以看到哦 如果当时候我如果不转的话 你可以看到环球金 4月22号 我另一半持股是在372 我把它卖掉 哦那我我在4月8号我360买 哦那大涨上来创新高我先卖一半 哦然后4月22号 我把它怎么样另一半吃出掉 为什么要出因为我知道他要整理嘛 哦短线要整理嘛很简单嘛 因为你389你当天 放量没办法怎么样力挺上去 没办法力挺上去 你反而收黑又跌破了一个什么 实日线代表我短线要整理哦 哦那么中线啊 maybe他还会再涨 但是我短线要整理哦 我不能把资金我摆在那一边嘛 我这个时候我就要帮我们的一个 会员朋友资金做最充分的运用 所以我把资金再转到什么滑星科 所以你可以看到滑星科 我4月22号我当天先买先赚掌停板 隔天我开高我是不是高出低进 再赚一趟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拉回来尾盘 我再出手买回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今天大涨再创新高 光是这样一来一回差多少 是不是差很多 哦是不是差很多 哦那么除了一个被动员线之外 被动员线我持续看好 哦那么今天持续上涨上来 哦那么后市他渴望上看到到哪边 哦我在线上讲座 哦在礼拜的上礼拜的线上讲座 我都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哦那如果说你还没有打电话 进来收取密码的投资朋友 哦真的赶快啊今天最后一天 哦那今天过了就没有了 哦今天过了就没有了 哦那么再来 平概股我选择哪一档 台湾阿俊啊台俊 哦那今天台俊大涨上来 当然很多人会跟你讲 哦那么台俊今天大涨来到111 哦还会不会涨 我跟你讲还会涨 但是明天这涨的时候能不能够追 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去追 为什么啊明天法说会嘛 线上法说会 那么今天已经先动了 哦那先动的为法说会来做暖身 啊明天下午的法说会可能可能会怎么样 哦利多出镜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利空出镜也不一定 哦这都很难讲 但是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每年9月啊苹果新计发表 供应链的一个备货 哦都会在3到5个月前 哦开始提前备货 那提前备货股价他会先动嘛 哦你不可能说等到 哦我新计发表了 股价都已经怎么样 涨到慢 慢天价的时候我再去做追价 哦这个事我不干了 maybe有的老师会干这样的事 但是我不干 哦你会发现我买在什么地方 我买在4月22号99块 98块半到99块半 我建议会员朋友买倩 平均价99块 买倩之后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一个台倩就是大涨上来 哦那也是蛮幸运的啦 我一买一出手 哇股价就是这样 哦股价就是非常的一个雄悍 那么明天 哦明天 哦我跟你讲他会冲高 哦但是冲高 因为他现在话说 冲高他一定还会震荡 那震荡你要如何 在运用震荡的过程当中做 做价差 哦我想这个就是要件了啦 哦那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做 你来找我 哦我来帮你 哦那整个的一个这样 整个的一个平盖股 哎到底我首先我要锁定什么股票 然后再来我要锁定什么股票 大师兄都帮大家掌握好了 哦那么再来谈到财经济 要选择哪一档股票 哦我选择的是原项 哦这个我都跟大家说过了 哦财经济你可以看到 哦现在大家都在家里啊闷得花花啊 所以都会在家里啊 哇打电动啊或是打游戏机啊 那最近游戏机的Switch 卖得非常的一个好 然后包括的一个电竞的一个 笔电的一个滑鼠的一个影像的一个感测 哇这个部分的一个出货 哦也非常的一个这样 也非常的一个旺 那么甚至的一个穿戴以及啊 真无线蓝牙耳机 那无线蓝牙耳机 预计今年的一个出货量 可比去年的一个倍增 那这些都会带动的一个怎样 带动的一个远向 哦今年的一个云运持续看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第一季的一个营收年真的将近七十七八 预计第二季他的一个营收 还会在持续的一个大成长 第二季持续的一个看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怎么买的 哦3月24号126 从3月24号126开始买 开始带会员朋友锁店 哦你可以看到今天持续大涨上来 又快要创新高了 哦那这档的一个股票 两趟累积的价差 47.8% 当然明天如果再创新高的时候 我不是叫你去追他 但是重点是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要懂得什么 跟上脚步嘛 你不要每一次哇总是落后 哇落后一大步 那落后一大步每一次总是要看到 哇股价大涨上来的时候 哇这个时候你才什么 你才一场的一个新闻 哦其实这样都不太好 哦各位今天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 过去为什么很多人 没有办法赚到钱 哦往往都是看到涨的时候 才想追 你看到涨了 技术面哇翻多了 你知道我知道 法人大户都知道 那么这个时候 这些的一个大户他会怎么做 你有没有去想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 哦 那么原向这档的一个股票 他到底会涨到哪个地方 那我在我们的线上标股的一个讲座 都有跟他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探讨 跟分析 那么除了这些的股票之外 大师兄在这一场的一个线上讲座 我特别挑选三档的股票 三档主身段的标股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在这三档的一个主身段的一个标股 都是当下 未来的一个这样趋势的一个主流 比如说miniLED 你可以看到miniLED 哇最近很夯 那么为什么miniLED最近会这么的夯 原因很简单嘛 因为你要知道 过去miniLED 因为他没有进入的一个这样价格的甜蜜点 那他跟OLLED来比较 哇他成本相对来讲比较高 但是现在的一个miniLED 他现在各家品牌 因为他达到的一个甜蜜点 各家品牌纷纷开始 打载miniLED的背光源 包括笔电电竞的一个显示器 这些高级的产品 那你要知道一台的一个这样 笔电他要采用 1万颗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miniLED的背光模组 那随着价格进入了一个甜蜜点 光是一年笔电的产量达到2-3亿台 每台要耗尽近万颗的一个miniLED 所以他未来的一个出货规模 非常的大 包括的一个下半年的一个苹果 的一个两款的一个iPad Pro 以及MacBook的一个Pro 那这些都有机会 来怎么样来采用 那么这些如果采用的话 他两款机种可能出货 达到5-600万颗 还有就是最近很夯的一个这样 防疫的一个体材你可以看到 那防疫体材 那LED在这一块的一个市场 他这个这样子外光的LED 哇刚好具有一个这样 SARS病毒续续的一个效果 所以最近也很 他也受到市场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哇miniLED的一个龙头厂 金电率先怎么样 率先大涨上来 你不要小看了 这样一大涨都已经超过多少 都已经超过七成了呢 你可以看到miniLED的一个转机股的一个光 光红 哇最近大涨上来快一倍了 才多久的时间 哇你蜜蜜的哇 才多久的时间 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已经大涨一倍了 当然这些大涨上来 我是叫大家去追加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他还在低档的呢 有啊我跟他讲的这一档啊 龙袍架式 哦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14块3到14块6建议会员朋友买进 买进之后现在来到16块多 哦才刚刚开始 才刚刚起涨 才十几%而已 哦那你可以看到哦 很多的一个LD都是一磅接一磅啊 哦现在很多已经什么大涨七成八成 甚至一倍了 那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还在低档 那未来有一倍甚至两倍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帮大家找出来了 哦那这又是哪一档 我在这上礼拜的一个线上讲说 我都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对于一档股票的一个研究 哦是这么的一个透彻 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一档 接着一档不断的帮我们全国会员朋友 创造澳人的一个绩效 但是很多人往往他会去买什么股票 哦比如说很多人会去买原油正二二叉 为什么会去买它 很多人认为说哇他股价很便宜嘛 那很便宜我今天去买它 哇我胜算相对大 真的是这样吗 各位亲爱的投资人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他今天收2块3毛1啊 他意价高达多少 净值只有0.5亿 意价高达350%以上 你今天你去买它 你等于就还没有涨 就已经先输一大半了 那这种股票这种叫得不算 你来去想看看啊 甚至包括的一个人面板股的一个 友达或群壮也是 虽然这些的一个股票他今天是上涨 今天是反弹的 但是很多人往往说哇 股票已经落千千了 他跌破的一个净值 哇这种股票我去买 啊红酱相对来讲比较小 真的是比较小吗 你看过去很多人因为它跌破净值 从10块11块 哇看到反弹去抢抢抢抢结果怎么样 再跌到6块多 当然跌升它一定会反弹 但是如果他整个的一个产业结构没有改变 跌升反弹之后 他还是会再下去 这一点哦 我希望大家要能够怎么样 要能够认清楚 那除了minitln erd 摘金 摘金器 那這些還有被動元件的一個體材之外 那麼包括的這一次的台積電的 一個滑說會的一個報喜 那包括的一個極紫外光 那也拍胸部保證 我的一個整個的一個設備 的一個出貨非常的一個慌望 訂單非常的慌望 台積電也怎麼樣 也為他未來的一個資本支出 也沒有改變 因為什麼 因為他不會去改變嘛 你去想想看嘛 我今天我的一個這樣先進的一個製程 我今天要取得老大哥的智慧 我的一個資本支出 他要不斷不斷的一個怎樣 不斷不斷的一個 加緊的一個先進製程的一個建設 那加緊先進製程的一個建設 那麼相關的一個台積電的一個 怎麼樣設備股 哪一檔會是最大的收費 各位現在投資朋友 我跟你講我在這禮拜 上禮拜的線上講座我都跟他講 點出來了 你如果想要知道你就拿去看 所以我們上禮拜的一個 的一個線上的一個講座 第二段的一個主身段的一個標股 那我們今天在開放最後一天 在開放最後一天 群年接班人 第二段的一個主身段的一個標股 就在裡面 那麼如何取得 密碼 取得免費收看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資格 很簡單 今天最後一天 那希望你不要錯過 第一個就是加入LINE 或者是Telequet 成為我們好朋友 你就能夠馬上取得一組密碼 或者你直接打電話進來 你直接打電話進來 那麼我們公司所有的一個 所有的一個助理人員 都會非常的一個熱誠 來為大家服務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好機會 你今年你想賺大的 就趁現在 你不要等到指數再大漲上去 你一旦再來說 哎呦 早知道我現在就要緊地 千萬不要這樣 主要說千金難買早知道 那我是希望 那透過這次的一個線上的一個講座 希望都能夠 幫助到更多的一個投資朋友 可以開心賺錢 輕鬆獲利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打電話進來 還沒有取得 這一組密碼的一個投資朋友 也歡迎各位你直接打電話進來 你就可以馬上 免費收看大師兄的一個線上標股講座 0223219933 0223219933 給你聽啊 輕輕鬆鬆 我們明天同學再見囉 拜拜